今天非常榮幸的邀請到我們教父級的王秋貴老師 我們大家先用最後一個掌聲來歡迎王老師 我們先很簡短的介紹一下王老師的簡介 王老師是英國建桥大學的博士 是事稱的諾畢德教授 然後他歷任台大外文系的教授 是主任清華大學的哲學院長 然後還有蔣經國國際學術基金會的固執行長 他目前還是繼續擔任核心系看明書區的總編輯 那王老師比較特別的是他主持一個大型計畫 最重要的王老師兩個人會很細的介紹 1991年到2000年中國地方系儀式研究計畫 然後2006年又主持一個更大型的歷史事業中的中國地方社會 比較研究然後中國村落中的公主儀式經濟和固執行畫 他主編出版的書包含民書曲一重書 中國傳統的一本會編 中國傳統絕剛蜜本會編 這些重書出版已經超過大概100種以上 應該在當代沒有看過這麼大量的出版品 那因為王老師今天演講的題目就是要講當代流傳道書的編輯 所以我在這邊這個部分我就多說 我們可能還是中演書簡單介紹一下我們今天這個講座的一個背景 這個講座其實我們一開始是幾個志同道的朋友 也是在王老師在李光茂老師的這個基礎下 我們組了一個研究計畫 那現在超然就在長還有世維還有香港都在他會龍教授 那我們這個計畫就希望能夠在我們老前輩的指導 把原基礎之上往下走 所以我們會配合這個計畫辦一系列的講座 然後希望能夠才從這裡找到一些可以補充的地方 主要是這個部分 所以說這個部分我就不多講 我們上次有講的比較多 但是我想講一下就是說我們大概從1966年 法國的四周人然後1975年那個蘇海涵 1983大冤仁惡一直以來他們出版了非常多道書的編輯 那90年代以來黃崔衛老師跟勞國文教授也做了非常多的重書系列 那現在李光茂老師的那個道法愛涵 那還有勞國文跟李同志繼續合作那個造教儀式重書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出版品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希望能夠再更多的利用田野調查的研究方法 然後結合歷史的部分然後繼續能夠做更好的一些結合 那我想就簡單的介紹到這裡 不過我們今天有準備了一些小東西要送給那個黃崔衛老師 那先請我們那個中興現任的主任李玉珍老師 還有我們那個中興的創辦的主任李光茂老師 來跟那個王老師執政一下 我們準備了兩看 準備了兩看 兩位老師很客氣都互相推了 拿到佳凱拍個照 對啊 oko 以後 他幫忙一下 誰叫他來 在桃簽嗎 他先秘密 他幫忙一下 你拿來 這個來 拿起來 好 拿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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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謝謝兩位李老師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時間交給王秋貴 我們再熱烈掌聲派贏王老師 各位早上好 我想我這個也不算是一個很正式的演講 不像我們上次老闆那樣有一個非常正式的題目 有一個完整的一個論述 其實這個題目我在2001年 當初最早趙元潤跟他女兒的趙如蘭 辦了一個會叫做中國領唱武藝研究學會 這個學會後來就出了一個刊物 就叫Channel Hall Papers 那麼我在第23期 就其實我今天要講的題目 在那邊用英文的一個題目已經出版了 這個英文這個其實這個題目主要的還是根據 我在中國傳統科醫本會編的那個序裡頭 的內容其實相差不大 那麼這個序其實主要的直筆的人 那是王天林 那麼剛剛很不幸的聽到他這個過世的消息 那麼我想這個我用這個演講來慶領他 也是很適合的 那我想這個我等一下會交代 我先把這個我們說 我從事這個事情 會跟這個到處發生關係的一個情因 先說明一下 我本來是 你知道是從外文系出身的 那麼不過在外文系的時候 我對這個其實對中文已經有興趣 而且這個包括風貌他們那個年代 學者都要感謝我 因為所有大陸出版的東西 都是透過我手中才能夠翻版出來的 包括二十四史 就是不用講的 其他的最早當然有楊家樂的那些 那後來那些重大的這些書舉出的這些 我們說 尤其有些包括教課書 都是透過我手中的大陸的翻版書出來的 不過這個也造成一個後遺症 就是我們引的這個台灣的翻版的 這個版本 那麼原版是什麼 有些人都不清楚了 有些人都不清楚了 文哲所 你們那個同名叫誰 郁靖章 他曾經寫過一篇文章 去沒有完全還原 還原部分的這些大陸 這個我們台灣翻版的大陸的這些書 因為翻版的時候 就有時候動了手腳 有時候作者改了 有時候書名改了 就不少整個迅文改了 反正又改很多東西 那麼有些就會失去原貌 那麼 當然當時能夠看到這些書都是很難得的事情 但是 經常身體也不太好 所以這個工作也沒能夠完成 那我自己其實也 始作俑者 應該我來辦這個事情 我那些書 因為我離這個行業又比較遠了 所以這個事情 可能一個糊塗上 那我自己原來的興趣是在文學 那麼我到英國去 主要是做民間傳說的 那麼 後來這個 就是說 以後得到學會以後 我博士論文是寫名將名傳說 後來又做了一個英文 寫了一個很長的 一個農政的傳說 後來也寫了惡良神的傳說 這些研究 中間很多的部分 它們都是在戲曲裡頭流傳的 所以這個傳說的這個版本中間 流傳過程中間 經過年雜劇 經過名傳奇 這一個部分 原名之間都是靠這個戲曲的流傳 所以我的興趣就是當時 在這個戲曲方面 就是著力比較多 那後來因為我1974年 在哈佛大學 當了半年的這個學生 那我的指導教授是韓南教授 他是搞小說的 所以我在半年裡頭 又跟他學了很多小說 所以回台灣以後 尤其到清華以後 跟東茂 我們就有一個戲曲小說的一個專刊 這方面也混了很久 那麼因為有這麼一個基礎 所以在1991年這個 蔣經國基金會 尤其是在剛過世的黎元先生 就播給我一筆 這個相當大 龐大的這個 當時來講 也許空前絕後 是2100萬的 1991年的2100萬是相當大的一個數目 那麼我這個計畫 從1991到20000年 這個中間郭茂也參與 中間又有國科會的一些項目 所以總計大概 至少有3000萬以上的這種 結果在10年裡頭 我們這個去把它 充分地利用 1991年是貴州那時候 有一個 在民主學院 一個教授的薪水 就是200塊人民幣 我當時是用200塊人民幣來 聘用一些地方的學生 來做這種計畫的 那當然他們都這個 盡力而為了 我想這個 稍微交代一下這個 當初這種 錢是一個因素 當初這個人也是一個因素 我們這個計畫開始的時候 我是不找任何大學 不跟大學合作 因為大學的這個學者 有一個比較大的弊病 就是說那時候 沒有什麼做正義的習慣 大學者就是在學校裡頭 他們不下向的 在文革之前 其實大陸就進行一個 這個中國戲曲師的一個計畫 文革後這個計畫是斷了 但是他們從事工作的人 是全國性的都很多 但是他們有一個比較大的缺點 就是他們是用調演的 你要研究這個地方戲 他們把劇團調到小學來 教室裡面演 是調演 就不是在原初的地方去演 所以這個基本上就是說 他們累積了很多的這些 我們說戲曲方面的一個知識 但是對於原始的演出的場合 他們是不太注重的 那這是當初主要的一個缺點 但是基本上他們就是 全國有很多的這種 我們說人才 而且他們也有其實 也有調演以外 其實他們本身就是劇團 像畢明生他本身就是劇團的副團長 所以這些都是有合國經驗的人 我這個計畫開始之前 其實因為我是專門找資料的人 包括他們內部的資料找到 我就知道當時他們最好的這些人 因為他們發表了一些東西 他們誰手中有東西 這其實都很清楚 所以1991年我就在廣州召開了一個會議 那麼除了這些我們說比較重要的 像中國農戲劇研究會的居留儀 像中國藝術學院的這些相關的領導 我也把地方的這些 比較有影響力的這些研究人才 把它聚在廣州 讓他們住一個五星級的飯店 住了我們講一夜三天 要討論這些事情 當時一些計畫的成員 包括羅米德 包括David Johnson 也都參與 結果是比較令人感到失望的 就是說北京的那些人 對這個計畫 風茂林那時候有沒有去 他們都是都反對 廣州的理由是很簡單 第一個是一個民信 我們這個就是說 中國地方系與儀式之研究 他們看到儀式 這就民信了 第二個是蔣經國基金會支持的 但是現在沒有問題了 現在蔣經國基金會 跟宋慶明基金會都在合作了 當時因為兩個因素 所以北京的人都反對 幸好我們這個裡頭有一個重要的人物 叫做黃穎 黃穎是 他們有兩個系統 一個他們是民主 一個是搞文化的 他們是搞少數民族的 黃穎是少數民族的 所以我們為了部組委 推出下來 文化部反對 黃穎就說 我們搞這些民族學業的系統 我們支持 所以我們計畫開始做 就是在貴哥 在雲南 跟這些我們說少數民族的人去做 當然我後來跟文化部 跟他們溝通了一年多 也是在北京 選他們對台辦的這些承辦的人 也不知道吃了幾次的 選了幾次的課 反正不計其數 反正用各種關係 最後文化部也准了 所以我們這個計畫 其實在最困難的時候 那時候我曾經 請黃穎到湖南去 參加一個會 當時的湖南 就有人公開了這個講 所以誰跟黃穎就合作 就是文化間諜 所以這個阻力是非常大的 我當時的計畫之初 的確是很感謝王天領 他當時當我的助理 除了湖南 那麼他這個我們說 尤其廣西 他也是去 在廣西他做了一件相當 到現在其實都很有意義的事情 廣西他們在文革的時候 公安部們 沒收了大概兩千多種的 他們廣西施工系的這些抄本 這些抄本很奇怪 公安部並沒有把它毀掉 他們把它交給這個 我們說當時的一個 他們叫做藝術研究所 那藝術研究所那時候的所長 是顧建國他是北大中文系畢業 他也沒有把這個毀掉 就收起來 後來王天領去了 他看到這些 那麼就連夜去把它引印 引印到這個我們說 那些引印的炭粉都沒有了 繼續引 反正就說要短時間內把它印出來 反正兩千多種 我們現在印得比較完整的 大概有一千種左右 而且那時候還能從南寧寄 還要從南寧把它寄到上海 那麼從上海在一個朱建民 在我們說 引到台北去 那引到清華其實 那麼這批資料現在就在 清華大學的這個圖書館 比較可惜的其實 應該找從廣西找一個施工來把它整理 反正這批資料其實有一個目錄出來的 我們這個清華大學有一個人到萊頓去拿了一個博士 叫陳什麼一下 您直接忘了 他是有一個施工出來的 那其實這個資料現在也都沒有 後來這個因為 大概前七八年 廣西這個藝術研究所 因為他這個儲藏這個原本 原始的草本的一個地大 因為要租給人家當唱卡拉OK 然後就把這批資料燒掉了 因為他們也不敢負這個責任 這個也沒有人去研究 那郭建國下來的這些所長 對這個也很怕事 所以很可惜的原本就沒有了 中間有一個資料很好玩 他中間甚至他有一些像這個我們推背圖之類的 有一本這個還預言 毛澤東什麼時候會敲臂子 這個很厲害的這些東西 反正這些沒有了 這個有些這個至少 大概將近有一群種 是在青蛙大學的圖書館 目前還可以看到 David你看過嗎 所以這個要研究還是一個 一個比較不錯的一個資料 那麼我們當初這個本論計劃進行的 其實是相當順利的 那麼其實我當初是我們做一個 關於這些刻意本 在民書區重塑裡頭是有一部分 但是就是不太能夠完整的一個呈現 就是說我們有一個調查報告 後面有一個復健 那後來我是覺得這個 在道壇裡頭 其實有很多可以做一個整壇 整壇完整的一個處理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就那時候跟這個 這個風暴無錫這個文貴言 就商量了什麼一個做法 那麼大家如果這個 我給大家的一個資料裡頭 就有這個 傳統刻意本會編的一個序 這個序的這個內容 我剛剛講過是王丁寧他執筆的 雖然這個序裡頭 我說這個整套的一個做法 是我的我希望的一個做法 這個做法是很簡單的 這個我們說 道書的一個蒐集整理 這個我們說歷史是很長的 這個 但是我是覺得這個 有一個比較重要的 我是覺得跟以前的人做的不一樣 那麼就是說 我們有很多這個資料 一個資料最重要的是說 我們要把資料的來源弄清楚 一個資料的來源如果弄清楚的話 那個資料就不能不算數了 其實這些事情就是說 我們這套書這個 這個中國傳統刻意本會編 包括絕肝肝肤會編 我覺得比起其他的資料比較難得的 當然這個大人人兒他做的 他是因為資料比較小的 他反正從雲勝這個 這個道盤做就比較容易 我們做了一個比較廣泛的資料 那麼要掌握每一個我們說 資料的一個細節 把這個來源交代清楚 這是我當初的一個我們說 最具體的一個要求 這個要求其實這個是不簡單 很多我們新聞風編的包括我們說 董紅城他們也編了一套書 佛茂現在也編了一套書 那麼近代人編的這套書 我比較不客氣地指出來 就是說你們編的人 並不是每一份資料都是你們自己親身找到的 那不能招待每一個資料的來源設何處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缺點 你當然變成一個 這個就變成一個資料 沒有辦法變成一個史料 一個資料要變成一個史料 就是說你可以編用的 一個可靠的東西 這個就是要驗證 那麼這個就是說 我們這套書跟其他的不一樣 就是說我們是透過第一手的評論資料 那麼經過蒐集 經過訪談 經過採錄 那麼經過仔細的觀察 那麼這個我們是把具體的儀式的相關法式資料 這個做一個對象 那麼把這個我們說抄本把它記起來 那麼最重要的就是說 前面這個有一大本就是完全是一個 一個調查的資料 一個詳細的一個紀錄 這是其他的一個我們說 會編 所以這個做不到的 而且我們也把這個說 現在能演的我們把它記錄出來 現在不能演的我們也希望能夠 用追溯的方式把它記錄出來 我們這套書 其實另外是要紀念江西的毛泥門女士 她也是原來是搞戲曲的 然後她完全是對這個造假 完全完全是外行的 但是她承接了這個任務以後 她們她從南昌要翻山越嶺 跑到這個道士的這個家裡頭 中間還土匪出現的 她是一個當時已經六十幾歲 快七十歲的這個老公子這樣去 找到道士 那讓道士去口述 口述完了另外再找一個道士 再把它書寫下來 這個道士忌不得的再找另外道士 那這樣總統弄了兩年 才把它出了這兩筆書出來 那麼這個是一個 這個相當可歸的事情 另外一個也已經過世的是 香港的一個朱敬明 他是在我們這個計畫裡頭 不顧一切 文化部這個都反正 他不管了 他是覺得這個事情值得做 他就反正衝下去 那後來特別他也是這個 得到安定過世 他也是這個 這個我們說 為這個計畫 這個 對於這些上級 這個家裡 他是完全不顧的 那是早期他們這兩位 因為有他們這些人的支持 我們這個計畫才能夠 這個實行下去 那麼像這種東西 這個我們這個 整套的東西 這個大家都可以 因為新鋒 新鋒已經出版了 那麼勞德文這個 跟這個 有公司他們繼續做的 也是按照我們 目前我們定的這個 模式去做 就是說 我們希望把一個 道談的一個原油 把它搞清楚 目前的談班的道士 我們把它說明清楚 包括它傳播的儀式 那麼 我們把它刻意 能夠記錄下來 把它記錄下來 能夠我們做 演印的整套 就是它怎麼演 我們怎麼把它印出來的 那麼這個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 這個 然後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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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一一把它呈現出來 當然我們也有一些 這個照片出來 那麼 整個道談做法 甚至一種結構 那麼包括神族的掛法等等 等等的 綁紋的張貼 這些我們也有一個 我們說 包括紙紮等等 這些我們也都有一個 詳細的一個紀錄 把氣 這個還有這個 把符 這個也紀錄 本來一個音樂方面 我找了黃翔彭 可以我們做了一個 我們說 怎麼樣紀錄音樂的一個方式 但是音樂這個是 我們是比較弱 雖然後來這個 有人繼續做 把這音樂把它補充了 音樂是比較難 因為這種音樂的忌譜 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工作 因為音樂造成這些我們說 同樣一個人 同樣一個人 我用右本的記錄 一個人早上記錄 跟下午記錄 就不一樣 因為這個差別 跟我們文字的眼睛 看著不一樣 耳朵的這種差別 所以這個其實 要到音樂 怎麼用不一樣 當時我們沒有辦法 把整套的這種 音樂都錄下來 因為音樂 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因為音樂造成這些 各地的這種 派別的不同 因為不同的音樂 你一聽出來 這是哪裡 這是往昔的 這是我們說 這是貴州的 你沒有音樂 本質都一樣 但是我們這個音樂的呈現 當時只有用柬埔的方式 是會比較失真的 這個也沒辦法 我們比較缺乏的 就是另外一個 在藝術史當面 尤其在這些 我們包括這些 這個法國 這些我們說 這些神軸方面 我們其實這個是 要有藝術史當面的 這個東西 你講水路的那些 圖是有藝術史的人參與 不過那個是比較好 但是其實每一個道壇 都是有很精彩的 而且神軸其實 都也有一個 一定的民間的 這些我們說 這種畫家的一個傳統 這個是一個 我們現在 將來如果要繼續做 其實是要比較注意的 就是說 你們應該找一個 藝術史的一個專家 找一個民族音樂的專家 來共同這種合作 要不然我們只 只看到這種本質 這個本質是不夠的 本質是史的東西 我們要把它的本質 看到一種活的東西 需要這個 比較多方面的一個 專家來 來共同的這些合作才行 我想另外這個 已經在這個文字上了 我就不多說 我想在一個 剛剛要強調 一個資料的一個 變成一個史料的重要性 就是在一個 我們說英文來講 就是一個context 一定要把這個資料 放在一個語境裡頭 不同的語境 它呈現的一個意義 就不一樣 這個是我是覺得 要跟大家特別提醒的 任何一個資料 一定要放在一個 特殊的脈絡去看它 從一個脈絡去找這個資料 去看這個資料 去解讀這個資料 另外所有的一些 我們所以對於一個 這個文字化 有很多人有不同的這種解讀 或者不同的這種 一起的內學家 對於所謂是什麼是文字化 我自己這個 比較受益比較大的 是 英國 原來是美國 其實英國的一個 德國諾貝爾獎的一個社人 叫T.S. Eliot 他有一篇小書 就專門談文化的小書 他認為文化有三個必要的一個條件 就是文化它是應該 是一個有機的一個結構 所以有機的就是說 你不是特別去去去去去去計畫它 只是有機的它是不斷的可以成長的 而且是可以我們說可以傳承的 那麼第二個他認為說 文化是應該可以從一個大的一個區域 逐漸到分析到一個小的區域 變成一個所謂的地方文化 第三個是跟宗教有關係的 宗教它應該是 有一方面它是有一個 unit 它有一個統一性的 就是說一個教育方面 它有一個統一性 但是它有一個我們說差異性 就是在一個我們說展演方面 在表演方面 它有一個不同的 就像我剛才講的 你同樣一個刻意本 在廣西的施工 它展演出來是一個這個樣子 那麼在貴州的這些我們說 這個農事部來講 它有展演是一種不同的樣子 所以它是有一個我們說 一個我們說 統一跟一個分歧的這種 這種特殊性存在 另外還有一個我是覺得 可以跟大家提醒大家的 就是說每一種資料 你把它看作一個死的東西 當然有地的就不會死的 就是說它是一個 不是一個固定的東西 我們看一個貝科 這個貝科也許 地在那邊的時候它的意義在那邊 過了五十年一百年以後 它會產生另外一種意義出來 別人會給它不同的意義 所以它應該是一個用來講 一個dynamic 不是一個static的東西 這個大家看資料的時候 也是要注意 一項資料它是隨著 人事實地物 會有它不同的一個轉變 所以在解讀資料的時候 一定要了解到這一點 時間上或空間上 大家都可能上這種資料 它的意義產生變化 我們這個大家找資料 像貝科士大家 是比較 會注意的一個東西 我2006到2009 在山東跑了三年 跟葉濤跑了三年 我們是僱傭醫療的中巴 這個中巴的司機 看到我們一天到晚在那邊 操碑在塌碑 他在那邊哈哈笑 我們說你在笑什麼 他父親是裝造盜墓的 他說我們說 我們盜墓的人 我們看碑 我們才不管那個文字 我們看碑的材質 我們看碑的坐立的方向 我們才知道這個墓站 那碑移動了這個文號 這個不算 這個資料它說不算數的 一定要人碑人地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搞這個人 只是這個文字 也一樣 這文字沒有要 包括政治馬丁和聲 他們就是碑本身的 碑文的 碑文那個不是那個東西 後來這個 這個蘇拿克里就注意到這個東西 他就是要背 這個背的材質是什麼 這是重要的 這是背從哪裡 吃從哪裡菜 那麼這個雕工是怎麼樣 一回事的 這個就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很多人 很多事情是可以跟盜墓的人 這個學的 做假古董的人 都是我們的老師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這些這個 所以這些這個 我們在 我題目講遠一點 這個這個 這個我們說 柯一本這些 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資料 但是我們很多人 這個 找了很多的這個資料 包括這個 我們相當大學 他們有這個 民間文獻研究中心 他們每個暑假都 都下牆去找資料 那找資料 現在的確是容易 我記得這個 龍彼得 剛到台灣的時候 他拿了兩頁 就是這個 其實這個 可以給東西 出兩頁 興奮得不得了 這好像是 什麼了不得的成就 你現在什麼兩頁 你這個 兩千頁都 都沒有什麼 很簡單的 但是過去的 的確這個 我們說 我們過去拿兩頁 兩頁我們充分利用它的 我們可以兩頁 他可以寫出一篇文章出來 我們現在很多搜集的這個 這個 這個 相當大學的 文獻研 他們每年開次會 我除了這個 去年沒有開以外 我免許開了他們六屆的會 資料的確很豐富 那問題就是說 這個資料來了 沒有人在用 大家就收起來資料 那是不是資料 把它數位化怎麼樣 也沒有用 主要的就是說 你要這個 你要做用的資料 你不是 邊找的資料很難用的 那麼你 除非你自己去找到這個資料 但是現在 因為資料多的不得了了 你找到的資料 一輩子都用過完 你看 鋒跑你找到的資料 你用三輩子都用過完 那你怎麼辦 就都在那邊 那變成一個蟲書這樣出來 扣人也很難用 所以資料 那麼多的東西 就是不能用 就是我剛才講的 你缺乏這種 我們說 你難以為不清楚 這個資料 這個要經過一個驗證 才能成為一個史料 那我們現在其實 這個驗證的工夫 雖然那個陳孫生說 他已經說 把這驗證的工夫弄出來 其實一定都沒有弄出來 比如說很簡單的 他自己文章裡頭 引一個傳說 就引一個本子 就把這個傳說 當作一個史料 一個傳說當成史料 這個很難的 其實我把十種傳說的藝本 都把它弄出來 那麼你比較這種藝本 那得出一個 比較可靠的一個本子 這個還不能做一個史料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套的學問 就是說我們做田野 是很容易去做 我們找資料 其實現在有一個我們說 Michael Sony 有一次跟我講 他的溫州 一個禮拜拍了五部主題 拍了五部主題 那個現在太容易了 問題就是 你拍了足球以後 下一步是做什麼 現在已經資料衝刺 我就剛剛跟甄妍講 好像文化大革命 沒有發生過一樣 幸好文化大革命 要不然在我們現在 都被資料壓死 根本沒辦法做學問 所以這個 這個我是覺得 這個大家在做 做 就是一樣 我們現在 我們以前 我曾經到匈牙利的這個 他們社會院 去看這個 當時這個 Oral Stein 他寫的這個 他做 照相的一個日期 因為他當時 用這個玻璃板 重了鑰匙 每一張照照片 他記錄哪一天 什麼時候 用大的光圈 什麼束縛 記得清清楚楚 每一張就這樣記的 我們現在用數位相機 誰在記什麼東西 拍完回去 一兩堆東西 我後來這個 這個已經從那個到柯達 從柯達到數位相機 這個現在是拍得太容易了 所以更沒有這個注意 所以我是跟他講這個 你拍每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想清楚我拍這個 要做什麼 你要把自己當作一個攝影家 我拍一個最好的鏡頭 我拍的東西是對我有用的東西 而不是在那邊亂拍的 我後來就完全放棄這個 這個 因為我這個 我當時有 有相機的時候 那時候很多人還沒有 那時候這個 拍了一大堆東西 後來這些 簡直是沒辦法整理 因為每一個做庭演 你拍的東西 當天一定要把它整理出來 這個 這個 這個有些人能夠做到 有些人就 因為太多了 就做不到 所以每一項資料 自己要充分的掌握 你拍什麼資料 這個事你要做什麼用 就要想得很清楚 你再去拍 要不然這個 我是覺得這個 我們說 目前這個資料衝刺 這個很大的一個麻煩 我自己覺得這個 比較自豪的就是說 我收的這個 幾乎所有的資料 都可以成輸出來 那麼成輸出來 我也沒有 都是別人的東西 我也沒有什麼負擔可言 然後這個還有什麼可以 補充說的 算了 我們就講 我們聊聊天 看你們有什麼問題 我們聊聊天好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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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時間還很多 所以文化是希望這些 跟大家可以做比較多的交流 我這邊 剛才記得一下 王老師給我們幾個 非常重要的提示 這是我們資料 到底要讀不定的史料 那我們當再收到這些 品牌資料或者史料 我們如何來跟歷史文獻結合 給予它更宏觀跟歧視的歷史背景 這也是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另外就是說 到底要先收資料 再想怎麼去用它 還是我們先想好 怎麼去用它 問題是先出來 再去收資料 這個也是我們同時 在操作的兩個方法 那當然那個 李老師啊 各位先進來這裡 應該有更多的 可以跟王老師交流的地方 我們就開放一下 李老師要不要說 讓大家先來 對 那那個 誰有問題 或者要跟老師交流的 我們都請舉手 OK 進去 這裡 各位觀眾朋友 那個 上次在金門開會的時候 丁和聲也提出來 上次在金門開會的時候 丁和聲也提出來 就是說 過去老師曾經 鼓勵大家 用一些數位的技術 來做 包括GIS這些東西 那當時好像沒有 讓大家都完全接受 所以後來的成果 也沒有非常顯著 但是他們現在開始 意識到這個東西 包括像那個 陣陣買跟 老師他們開始都 會借用GIS的技術 那不曉得老師 對這方面 未來有什麼樣的情緒 或者是對這樣的做法 有什麼必須要注意的地方 謝謝 這個你比我清楚 這個他參加了所有的GIS的workshop 他這個很清楚 你們這邊他還有 也有貢獻嘛 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 我想技術是 一件事情 我現在 其實 對於一個新的技術 造成的 其實有一些 負面的影響 我也是 我們說 China Pong的 這個編輯 我也是他們的編輯 最近他們出了一期專輯 平常我也不看 因為我最近在金門 民視感 我就把這個 主編寄給我的 這些文章 我就稍微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 其實我就 其實非常的生氣 因為中間有一篇文章 這個 完全這個 你不要想 我們現在 因為這個 這個網路的方便 我們現在大概 都不想 不想做版本 我們現在有數位人文 在金門開一次會 那個 向傑他最近做了兩個 一個叫做 一個類書 還有一個 不知道什麼東西 完全不搞版本了 他隨便搞一個 我說你放那麼多 大的公布 最基本的版本 你不搞 他們覺得這個 反正 一些搞數位的 一個資料出來就是了 所以現在最基本功 沒有人做了 這個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因為太方便了 然後他現在 反正他現在用不 用事庫 那事庫是最糟糕的一個版本 那現在大家已經用了 那這個 這個 我很生氣就說 已經這個 把文化研究 跑到漢學的 這個靈異區 他可以 前面講陳獨秀如何如何 下面處看的是李孝梯 他沒有直追原點的 現在直追原點 好像不是 不是一個 我們做學術研究的一個 嚴謹的一個要求 你可以不要了 你可以轉引 再轉引 所以這個是 我後來 這個總編 還好 他們現在找一個人 把那篇文章 找出了一百多個問題 要來 要來重寫 要不是我多試 這個文章已經出版出來了 那這個在過去 這個 也不是在美國的刊物 也不是太差的刊物 那現在這個 已經是所謂的 嚴謹的學術要求 慢慢地失去 那因為 David Johnson也是這個主編 我就跟他講 他說 的確 現在審查也不原格 那麼這個版本大家也不講究 那我們這個 你講 念中文的 已經不上小學了 是吧 文字生意訓譜 大概都不搞了 那你現在 做這個歷史研究的 那你現在版本也不搞 那我們現在是做研究 是越來越 資料越來越多 但是這個 我們說 這個手法是 越來越不可取 GIS是另外一種 一種方式的 你要去 像現在 有人這個是要 要 發難性去學 你 十一所 這個 萬一居在訪 十一所有誰在用 沒有人在用 對吧 他們搞歷史 他們都覺得這個 不是一個重要的東西 所以這個 是 這種力氣用起來 的確很好 在呈現這個東西 然後讓你從空間去看時間 這其實都是很好的東西 問題大家都 都 其實這個 要有人像你這樣去做就是 那你也有責任去培養這些人 很多的學生去做 這個也不難學 你知道嗎 你弄了幾次課 操作幾次 熟了以後 現在這種軟體都很方便 是可以做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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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民主學系的賀大衛 原來參加王老的計畫 負責廣系的方面 主要是壯主和媒長教 就是要給大家強調一個點 就是把這個草本和意識 放在圖書館這個方面 真的是一個浪費 我們在這個創作地區 我們在做天爺的時候 就是每一個版本 都要讓原來的書主 給我們念誦一番 這樣以來 對每一個詞的 每一個字的讀音 可以確認 很多毛山 什麼媒山 女山 這些念誦的方式和方言 是不一樣的 我們發現廣西方面的毛山派 念誦的一口都是西南觀化 那就等於說 可以跟其他方面 譬如說當地的平化 可以區別開來 也可以說明 正好因為這一點 這個歷史至少在往西這個地 不是那麼悠久 這是明朝以來的一個傳統 另外一個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 韓族地區也好 庄族地區也好 這個 很多 會發現 當地 仍有所謂的 表演性的讀書 那就是 什麼 performative literacy 所以 他們 道士 或者是 師公所念誦的 方式 跟 書面上的文字 有些不一樣 而且 甚至 與 有些 師公和 道工 他們寫 操門的時候 故意 把 一兩個字 寫錯 就是 不要 別人 偷走 他們的 鐵放 所以 這樣一來 你把 這些東西 放在 出租館 當作 寶貝 那 寶貝的東西 住在 鐵面 而不在 出租館 這個 是非常正確的 我們現在很多 都受契約來的 所以 7月把它 抽離了 那個村落 一點意義都沒有了 這個是一個 原來 我們說 這種田野的東西 你要在田野裡頭 才能夠求得 它真正的意義 而不是在 私人的收藏 或者在 投書館裡頭 請 王教授您好 我是從大陸過來念書的學生 然後最近是慕名而來的 我現在研究的就是碩士論文的方向 是關於挪系 是湖北省的一個西南部恩師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一個地方 然後我今天就是帶了幾個問題想要來問您 然後也發現了在座的各位老師好像有的也是參與過這個儀式的研究 所以就想請教各位老師 第一個問題就是看您什麼方面可以分享一下就是91年那個計劃之後 然後當時去一些填調啊 再是撰寫 還有一些組織互利的一些經驗的分享 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在文獻上面就有看到 就是挪系的道教化的問題 自己也有查過一些資料 但是我更想要聽一下王教授的一些解讀 第三個就是 因為我們作為後來的學者嘛 就是出出茅茹 想要聽一下 老師您就是對我們後來的學者去研究這種 宗教儀式有什麼樣的期望 或者說能夠指點一下就是方向 看我們還可以從那幾個部分去深入 然後第四個是 因為我研究的那個地方 它是恩師土家獨苗獨自治州的這個地方 它那個地方也有挪系 可是就是據我去調查的時候 他們是從四川那邊就是那邊的源流過來的 我就在想它到底是屬於漢族那邊的挪系呢 還是它是位於當地土家族的那種風格的挪系 但是它的那個劇本裡面 它融入了土家族的民族音樂的元素 可是它的很多的文字部分 也跟當地的道教那種漢族的部分也有相同的 那我去研究的時候 我在論文裡面 我該如何界定那個地區的挪 我應該把它放在土家族民族化的方向來研究 還是漢族的這個方面來研究呢 謝謝 你是哪裡人 我就是 我就是湖北恩師人 我是土家族人 我們這個 我們當初做這個計畫很可惜 就是這個湖北沒有能夠把它列入這個 我的版圖好了 我們其實從遼寧到雲南都有十三省油 但是湖北沒有 因為當時我在這個看資料的時候 我看不到有湖北的學者 我們說出版相關的一個論述 因為沒有找到 所以當時就從缺了 但是你知道我們研究貴州 有貴州的也很多是從湖北來的 他們細譜講得很清楚 那你剛剛講的湖北從四川來的 其實他們整個的一個大的一個流動 這個是還是有待研究 其實我們做了很多的一個工夫 其實這個貴州有很多土家族的 其實跟恩師可能有一些相傳 那這個是需要有一個 如果能夠找到細譜的話 那麼但是我們現在這個細譜 這個有時候是很難的 那但是你要做這些恩師 現在恩師那邊有一些當地人 有一些學者在組織研究 過去們現在是有的 至於你們現在怎麼樣 因為這個很難講 這個土家族漢族 這是已經都雜錄在裡頭了 就是說它本來是有土家族 跟土家族的東西 但是它也有一些我們說 你所謂的那種道教的一個成分也在裡頭 因為我們要知道這個 在中國裡頭我們談宗教 我的看法這個所有的 幾乎所有的中國的宗教 就是如釋道污 釋教合一 這是怎麼合什麼 看它成分不一樣了 有的這邊道強一點 有的那邊國強一點 有的那邊污強一點 那不一定這個 但是這個是釋教一定都包容在裡頭的 沒有沒有一個這個東西 那麼在這個我們說 少數民族跟漢族其實也是雜錄的 所以這個是比較 比較我們說 也不容易去那麼去分辨它了 你這樣子做吧 我想你最好是把我的民俗區從書裡頭 貴州的土家族的那幾本 你去看一下 那再回過來看你們的恩師的 看其中的那種一同怎麼樣 因為裡頭的這個土家族 他們有一些說他們是從哪裡來的 有些是從湖北來的 那有些是從麻城 所以你去找一找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是 它那時候我們 我記憶所提沒有講到恩師 但是講湖北麻城是講很多的 所以另外還有湖南那邊也是有湘西 他們有一個土家 所以你要把不能 你這個研究就是說不能把它 只在一個地方 這個因為你過去沒有那麼多資料 可以 現在很多的資料都研究出來了 你把別人以前過去研究的 在湖西的土家族 在貴州的土家族 在貴州看你們恩師的土家族 去看一下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這樣可以做一個比較 比較的研究 把你這個 到底把它擴大一點 那也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出來 那麼我是很高興 現在總有一些我們說 湖北的這個 至少有一些東西要出來了 當然這個 這個 你們現在好一點的 在過去你們如果看中國 中史 中國是沒有宗教的這個一個國家 對不對 中國通史的 你說完全沒有宗教的 我不知道新的中國通史 又沒有把它放在這裡去 我們中國像是神州 是沒有神的一個州 現在這個是會有一些改變 不過現在很難 我們跑這個 山東 焦東半島是沒有神業 沒有祖先的地方 但是你到了魯西南 那廟會又一大堆了 他甚至現在把毛澤東廟把它撤掉了 變成這個碧牆園軍的廟 什麼都有 現在這個是比較亂 但是你到揮州 也是也沒有神明 沒有祖先的地方 沒有香火了 這個中國這個 目前還是一個很 比較不知道 現在是 現在因為習近平來了 又管的比較遠一點 而且 在大概七八年前 我們不能講民間信仰 一定要用什麼民俗什麼東西 一定要用一個民詞去解開的 到了大概五六年前 民間信仰這個詞是可以用的 但是現在又好像有點奇怪 在溫州大概六年前或七年前 他們那個農村發生過一次火災 因為這個公安把廟拆掉了 那麼老百姓就到一個老太太的家裡去作拜 那麼就蚊帳起火了 就燒死了好多人 那麼公安就去查了 後來他們委託這個社科院的世界公教研究所 要列陶帶隊去做一個調查 到浙江這個人政府前面做調查 但是後來別人建議說不要再拆廟 那麼採取街道這個責任制 這個街道的廟 那誰去負責就這樣 那麼所以一下子接 你從高速公路 這個溫州的廟 忽然間就是 一下子這個入行 全部都廟都興起了 當然這個 這些改變的這個 我曾經大概十年前 我跟葉濤這個 我們在2006、2007 差不多十年前 我們在這個一個地方 忘了在哪一個地方 反正那個地方就是 變成一個陛下移居的一個閒宮 他們每次都是到那邊去做廟會 每一次廟會他們就刻了一個碑 所以那個是從大概 從康熙到民國 大概刻了100多棟的碑 所以我們在那邊開了一個研討會 我做了一個演講 就是要廟會還是要教會 因為特別把廟會禁掉 所以教會就進去了 尤其山東那邊那邊 因為又有韓國人的這個公司 那韓國人就是信這個我們說 這個基督教圈主教特別厲害的 那麼這個大概十年前 在古錦濤剛正的時候 國務院就也是要這個這個 世界宗教研究所去做調查 為什麼西方宗教在大陸那麼盛行 他們保守的估計 國務院的估計 是有八千萬的信體 世界宗教研究所 他們是有一億兩千萬 那個是叫做醒性的 所以說為自己做上禮拜堂的 還有一種叫做隱性的 就是說因為是在政府 基督部做事情 我不講你的教 我在家裡看聖經的 這個是一大堆 你知道這些信徒如果 大到一個地步 那共產黨就完了 你就沒辦法統治了 所以他們對這個西方宗教 是非常恐懼 然後這個他們做調查 我曾經在世界宗教研究所 因為我去做這個演講 我偷看他們的報告 他們講他們四川調查 四川的這個我們說 教會怎麼做 早上禮拜天早上做禮拜 下午他們就安排排舉 教徒你在家裡不方便打麻將 那麼他們就安排你排舉打麻將 所以大家就很樂意上教堂 因為下午有麻將可以打 他們另外還有一個講說大學生 怎麼樣吸引這些大學生 你當你知道某一個學生 他想到美國留學 他就跟你講 我可以幫你補習英文 我可以幫你申請學校 那整套的東西都進去 那這個後來就是 可以把這個學生吸收了 下大的政治門教授 有一次到塔普大學去客座 然後他太太 隨後去了 他太太是一個 沒有受洗的一個信徒 他們都知道一次的馬上來機場去接的 不是需要機場就接了 第二天就帶他們到什麼 華盛頓怎麼試出去不玩 要買菜都跟他們接他買菜 他們這種這種 我們無所無勇其極要吸收的 我們知道這個在大陸這個 這個 我有一陣子在安慰在揮州 做調查 那麼這個調查這個很累的 然後這個回來了 我們就去洗腳 就足以 那麼這個我就常常問這些 我們說這個足以的小姐 我就問他們三個問題 這其實很簡單 第一個你兄弟姐妹有多少 不要一太化至少三個 他們這個在農村 匹匹的農村 多得不得了 都是三個 那第二天我問他說 你們村裡頭還有沒有宗室 他說燒掉 宗格燒掉了 然後第二天有沒有廟 宗格燒掉了 那有沒有教堂 有四分之一有教堂 因為你蓋廟蓋宗室 要村民自己出錢 蓋教堂 不要出錢 教會會出錢 所以在窮的地方 他們把這個我們說 這個教會蓋的教堂 來拨 因為那邊都是大家東南下南 可以去那邊休息的地方 然後這個蓋這些 這些教堂什麼東西 就要宣傳部長批准 他們還有一個例子 一個地方要蓋教堂 宣傳部長 他有一個哥哥 一個哥哥有一個女兒 這個女兒就是要到美國去讀學的 他們就把這個女兒吸收了 一個女兒去影響他父親 由他父親影響他弟弟 這樣上宣傳部長批准這個教堂 這個設定 所以他們這個無所不用其極 而且你知道基督教有一個 我也不知道是醜好還是壞 我如果是虔誠的基督教 你是我的親戚朋友 我一定要說服你 加入這個基督教 不然我上天堂 你下地獄 我沒有辦法批准這個事情 所以他們這種傳教的熱誠 這個是簡直是沒有辦法抗拒的 所以因為這樣其實大陸現在 其實最大的一個文跡 西方宗教的這個 我們說信徒積聚的增加 而且其實不止如此 這個 連包括這個法輪功 也是 也是在地下 更進不了的 那他們因為是這樣 他們要把這些 我們說民間的廟會 民間信仰 讓他們舉步的恢復 來抗拒這些我們說 外來的宗教的信息 所以我講的是 不是這個教會還是廟會 就是講這個意思 你進了廟會 教會就進來了 所以這個 這個現在有一點改 但是這個 不知道 這個大陸的那種情況 輕變化化 這個有時候說得緊 有時候又放鬆 其實這個 宗教 這個是一個敏感的課題 所以 不知道 現在其實有很多 這個 莫名其妙的 大陸也帶無神老闆的廟 他們不知道 無神老闆到底怎麼回事 而且無神老闆的廟 變成觀光的聖地 所以這個是 是很好玩的 這個 這個事情 是很好玩的 這個事情 是分享當初 變成宗教的 議會 變成那個部分 我覺得非常的精彩 跟厲害 然後也想 我們當初 我們聽老師其實也參與蠻多的 那個 的一個田野收集 那我這邊有一幾個問題 想要請教老師 就是說 當初你們在執行這個計畫 對於就是說 那時候剛要進去大陸 的那個田野 那 不曉得說 你們有沒有預先設想說 你們會有 怎麼樣的一個 採集的地點 或者是目標 那你們的一個預備的工作是什麼 這樣子 因為畢竟那個時候 不曉得你們對於大陸 這個 那個 各個地方的原生的一些 宗教形態 比如說施工啊 挪系啊 這些你們是 怎麼樣去選定這些 採集的對象的地點 因為剛聽起來 好像古北其實當初 沒有在你們的 半途之列 所以我不曉得說 你們去怎麼去選定這些地點 然後如何進入 這樣的一個田野 那我比較想要了解的是 這一塊的部分 然後再來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 當初在 確認採集對象了之後 那 保存他們的一些 比如說像 科理書 儀式 那樣的一個內容 那時候的一個目標是什麼 就只是單純的說 保留這樣的一個文化嗎 還是說 就是說 我們這樣子把它邊轉出來之後 它希望可以達到 什麼樣的目的 作為某種的資料的 或者說史料的 被使用這樣子 那 再來就是說 就是說 其實應該 那個時候除了勞勢之外 我想台灣應該有一些出版社 可能也在做類似的事情 比如說像 《異群圖書》 他們其實也蒐集了非常多 大陸的那些倒壇 然後符咒 甚至地方施工的那種東西 他們來源也是非常的國障的樣子 那 就是說 其實在這個情況下 在台灣出版這樣的東西 其實它某種程度 會造成一種 知識的傳播 那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知識 其實它背後 不一定 應該說 對於某一些 所謂 宗教的一些神職人員 或者說 比如說 對道士而言也好 他可能 不太需要去了解 他的一個原生背景是什麼 可是他 可以看得懂 那樣的一個科理文本 因為或許來源自於他們有一種 共同的那樣的一個 對於文本熟悉的那樣的一個 邁路這樣子 那我不曉得說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出版 對於兩岸之間 這樣的一種 宗教生態有沒有 造成什麼樣的一些改變這樣 我這個自己其實都是 其實有很大的這種 密切的偶然性 我是因人情事的 我找到什麼人 去做什麼事 那別人簡單 比如說 我找到葉明生 那葉明生他當初 也是在劇班的 他也 對對造像一無所知的 那是王天寧把他訓定出來的 那就是說 一方他寫的東西 這個 我看過天寧看 那天寧就要說 你應該找什麼 你應該問什麼問題 你應該做什麼 那這葉明生他自己是 有些人 他這裡沒有 有些人 有田野的這種東西 他就是 其實這個半天生的 有些人一輩子 做什麼田野做不來 我這位 剛剛去世不久的 這個師兄 杜德喬 他是世界一流的學者 他做田野 他就沒辦法做 這是另外一種 他不做田野無所謂 他的眼光是 你做田野的不見得他 他沒有做他能看出 這個事情的聲音出來 那這就無所謂了 那麽夏天平生 他就是有做田野的那種天才 做田野其實 我們這個做田野 因為我教這個田野調查 也教了二十幾年 我的總結是這樣 所謂田野就是人情意義 你不懂的人情意義 你就你做了 你說起來好像很遠 這個很簡單 這種所謂田野什麼關係 你拿到什麼資料 你關係夠了 你資料就拿得到 你關係不夠 就你談了 那你不懂的人情意義 你就拿不到資料 我講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歷程很簡單 我在貴州1991年就做 1991 92的 我這個過流在那邊過的 貴州那個村子 他現在還立著我一個功德 在村子裡頭 所以我跟那村子這個 這個交情是很深厚 我這個村子這個一方面做 我也到別的村去看 我到別的村去看 別的村子有道事在做 我就回了回來跟這個村做 說你們村子有沒有道事 說沒有 我們這個是跳地戲 我們是搞藝術 我們不搞迷信 你就算了 1994年我找貴州的這個 我們說一個地戲的這個 就農民啊 就地戲都是農民跳的 找18個農民到清華大學來 住在這個我們說 光復路的一個老爺飯店 那時候老爺飯店這個是 半夜12點開始就放A聘 那些農民 向來沒有看過這個東西 看著這個就是不想睡了 明天要比較遠 我去插房 看到他約配 我說這個好 明天我叫那個 那個 搞佛教室那個誰 寫那個 罵新雲的那個 江燦燉 我要江燦燉 第二天帶他們到 到這個 新竹廟裡頭 要他們去找散書 讓他們看散書去懺悔 反正這樣好了 這個他們這個 然後 那時候剛好我想的 廣西的那些 那個 施工的那些 柯衣品進來 我在整理 那有一個農民就跑到 研究室來找我 他看到我那些書 他說 黃教授這個 我們村子多得很了 你下次來我給你看 我說 你不是說 你們村子沒有道士 哪裡有這個東西 我說 哎呀這個 這個王教授你有所不知 你當初來我們那邊是這種客人 客人當然是我們結成招待 有一些話還是不方便跟你講 那你現在來了 你招待我們這麼好 你是我們的恩人 既然是恩人 我說 你要問什麼 我都從死到來 就客人跟恩人 然後這個 我2008年 我做一個計畫 我做一個 嘉義義族的 跟這個 安西的龍門相認 義族出了幾個名字 翁石惠 翁月生 翁造喜 都是義族人 我替他們找到他們這個老家 這個就是義族所在的那個村子 我找的這個助理 是這個 也是姓翁的 其實是一個堂弟 是翁岐會的堂弟 找到他去的以後 他本來是做電腦會讀的 後來他因為參加我的計畫 寫的說聲文 他現在在念博士 那念出來沒有 那麼他跑到那個村子裡頭 忽然間我們要走得不近 然後這個 集約的時間到了 他泡了一個 布袋的東西出來 我說什麼東西 他說他找到他的祖鼠 祖鼠 說把他的資料 文革的飯票 什麼東西 什麼都給他 這個叫做親人 親人 親人你不講他都給的 這叫親人 而人說你問了我就給的 客人說你問了我不經驗的給的 關係不同 就不同了 那這個我們講這個 最重要的這個 為什麼講人情意 你要這樣講 人家對你這個 你這種寫實料 重要是要動之以誠 你沒有誠意 你就是要跟人家找資料 這些東西 這個資料 就是不可靠的 你要以誠相待 人家誠心給你的東西 這個才算數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麼當初這個 這個月明生他訓練出來了 他當然就是 但是他出了第一本說 那個道士的太太不同意出版 因為那個道士被關了 文革被關了 還出來不久 他道士的那個太太跟道士講說 你還關的不夠嘛 但那個道士他覺得自己的東西 一輩子東西 現在要流傳下來 所以東西都全部交給英文生們 其實我們這個已經交給新聞方 我會跟他們 那搞割了兩年 後來我們說服了道士的太太 所以這個不會有什麼事情 在台灣出版 那我們才出的 所以這個是 這個作品也 就是你要有這種問題 你不能傷害到這個對方 你要到對方 所以我們所有的東西都具名的 人類學家他是X孫找Y先生 這個也是一些不太負責任的做法 他只要 他當事人同意 他不同意我們當然沒有辦法 他同意的我們 幾乎我們都是具名 那麼這也沒有什麼事情發生過 所以這是應該 我們是覺得這個一個史料 史料就是可以驗證的 那你這讓別人找不到的 這個就不是史料 那做這個事情其實 其實都是很偶然 也不是我這個 一定要做的 我這一輩子從來沒有說一定要做什麼 就剛好這個 水到渠成 那剛好 天穎也剛好在那邊 一直做助理 他也幫忙我訓練這些 我們說 到了那些完全 從不懂的道教 到現在葉明生 他簡直是一方之霸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長的一個過程 當然因為有這種經費 當然有這種人 那麼我們也可以及時把他們的這個作品 把它出版 至於出版的這些東西到底有什麼用 我不知道 當初如果我們沒有這個計畫 這些東西都沒有了 都不見 當初沒有毛利美去找一個道士去問 那整個都消失了 輕微的這些都沒有了 你要研究這個道教室 你少了一大多東西 所以這個我只是這個 因為因逢其會 保存一些東西下來 這個這個沒有 不是我 我刻意要做的事情 但是我也覺得這個事情做起來 也是蠻有意義的 這個時間花的也值得 當初做這個計畫的時候 我跟個別的這些 十幾個省的這些 我們說大概有二十個這個學生 光光那麼同學 我每天大概就是 寫信大概就是要寫 差不多每一天固定要寫五六封 而且都是有內容的信 就是說你這篇 葉文森第一本書 我改了三次 才讓他出的 因為大陸當時的這些 學術完全是沒有那個 馬列主義訓練出來的 沒有什麼學術 根本不是嚴謹可言的 就是一下子改說 這個要怎麼做 那個要怎麼做 提供他們這些資料 因為他們那些也沒有什麼書 這些都是相當長的一個過程 就是做出來的 還好當初因為經費很豐富了 我最多的時候 包括秀玲也是 叫做當時的助理 我最高的時候 比八個助理一起來工作的 那現在當然也包括風化很多這種 我們說這個朋友幫忙 這個藝人也做不來 最重要的是 那時候有大陸的環境 每一個人都會專身做事 你現在沒有 因為現在每一個人 第一名是他手頭有十八個計畫 你那怎麼做呢 是吧 沒有辦法的 那過去就 每一個人都專心做這個事情 這個時代不行 你現在這個是 錢越多 資訊越多 越做不了學問 我到2002 我第二個計畫 簡直就是 因為是找大學的教授合作 那成果就沒辦法出來 還有哪位有問題 把握你的機會 因為 如果沒有大概簡短講一下 因為我們這個講座 蓋華老師講了 他們成功有幾個方法 一個經費充裕 一個溝通得當 一個就是說你的方法非常好 那我們現在也是在訓練一些學生 因為現在要找當地人合作 不那麼容易了 雖然我們也強調在地研究 但是現在就是說 我們的經濟 跟當時已經不能比了 當時一個月兩百塊 現在他們一天 就要一百五到兩百 這個不可能 所以我們現在主力是研究生 那這堂其實是配合我們的課程 對不對 所以如果其他人沒有問題 我就希望我們課程的同學 每個人要提一個問題 對 看是誰 有誰要資源先講 想說我來點 那我們就從博士班的先點 好 那個昌晨 你也是專業道士 你提一個問題 看有沒有什麼 難得有這個集會 你也不直接想去蘇州 或者什麼做抖科嗎 對啊 你可以跟黃老師請教 你提一個問題 對 我先講一下 因為前不久這個 福建成 是昆燦 帶了他們這些 一些道士的同仁 他們有二十一個人 夫婦包含在裡頭 只有兩個是生理人 其他的都是道士 是到我那個民宿去 我也把這個 可以准徽賓 因為昆燦是知道的 其他的這個 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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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不感興趣 這個是 我不知道 這個 台灣的這個道士 有時候 這個 呃 不知道怎麼樣講的 因為 因為 昆燦在 二十多年前 他跟 漢燦樂谷的這個 陳守俊 做一個季節的法師 我看了這個 就說 哎呀 這個法力太差了 我說你到貴州去 我要派他到貴州去 他氣死了 然後這個 最近他說 他在偏道士 我說你到湖南去 他也不肯 他們一個喝酒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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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 我是覺得有點失望 我覺得 去的是 可以跟他們聊一些 這些東西 呃 呃 登山燦樂谷是不能一概而論的 呃 登山燦樂谷有這個 比較 像你這個是 但是 一般來講 呃 是 因為他們知道 他知道這行 他是要尊敬的 而且 以他們的立場來講 我也了解 你這個書本算什麼 是吧 這種東西 道教這個東西 你不當這個道士 你不懂 其實這很簡單 如果會成立的話 我不懂 是吧 你誰也不懂 你自己在行語頭 你才懂 但是就是你懂 你也沒有懂得透透 你懂你這個而已 那這個道教 這麼龐雜的東西 對吧 但是我 你這個我不懂 但是我 因為我雜 我很多東西 可以 其實他們如果願意 是可以做很多的討論 呃 所以這個是 我是覺得他們這個 因為各行 有各行的原因 啊 他們是職業性的一種 推俠政 這個也沒辦法 好 我剛請教王老師 說我在看老師所编 那個科醫 傳統科醫科 背面這道書的時候 那我發現 有很多資料是 倒是背出來的 但是他背的精準度 讓我覺得有點驚訝 因為有些 基本內容 我們做這麼久 也背不起來 那他如何再經過 因為像文革時期 他們可能 都沒有什麼機會背 背那些科醫嘛 他們怎麼有可能在1999年 1990年代 這個時候 再把它完整地背出來呢 他背的這個過程 是不是有受到一些 暗示 或是一些資料提供 或是一些 交互交叉的影響 那這樣子的資料 是可以呈現 它那個 原始的風貌嗎 呃 我跟你講 這個一個人的這個 記憶力 你不要用你的記憶力 跟他們那些人的記憶力 來比 沒有什麼暗示 有時候網友會訪問他 網友根本完全不懂 他就是這樣 他這個 他有時候記不清楚 來問隔壁 這個 早有兩個道士來問說 那不是什麼回事 呃 我跟你講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 我碰到的這個 這個記憶好了 這是一個很特殊的歷史 我在1969年 反正這個 余大方帶我去看他的隔壁 余大尾 我跟他從 早上10點鐘 到晚上8點鐘 這段時間跟他在一起 在那邊吃飯 在風桌上 吃午飯 吃晚飯 他 已經是老 那時候已經70幾歲了 他跟我談這個 我們說 因為他知道我外文是出來了 他跟我背一首一首的英詩 要不是我上過英雄禮的課 這個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背什麼 然後他講紅文文 也是用背 然後他剛好在清言確解 那些再生學那個 他全部用背 他講什麼就背什麼 有些人的記憶力 是很可怕的 倒是他們那些人 尤其這種演唱的人的記憶力 你知道像我們講 河馬那些東西 有人做過這些 我們說 在東歐的那些 我們演唱的人的記憶 他那個是很可怕的 這不是這個人 幾十萬字這樣 這樣就背下來的 所以你說 它是不是完整的 呃 呃 所以你說 它是不是完整的 呃 所以你說 它是不是完整的 呃 呃 這個組織又套餘 把它湊起來 就讓你的記憶 這講述出來 變成一個好像 我們絕對很困難 他們是可以出來 偶爾忘記的 他們是可能 但是他們這個記憶是 是有可能的 因為我們現在 現在的人 記憶都受損了 那我還記得 今天的問題是說 我們 因為我最近在研究 所謂標準化的問題 然後我們 這道科醫書出來之後呢 會不會 就是 教授認為說 這樣子對道團的那種 生態的那個影響 呃 就是 教授看法是怎麼樣 就是說 這些科醫書出來之後 是不是會 對我們以後 填掉不一定的困難 就是說 呃 可能會 有些道士他就跟著這些做的 他就這樣子是對的 然後 我們之後看到的東西 其實都不是 他們原來失誠的東西 可能都自己加上去的 這種東西 沒有什麼 對錯可言 呃 呃 我不覺得 對我們道團 因為在道士都不感興趣 對他 對道團還沒有什麼影響 沒有 沒有什麼影響可言 呃 對我來講 這個到底做這個事情 那意義何在 你要問我 我也 我也說不出這個所以難 我只是覺得他們這些東西 這算是一個很保溫的資料 我們就保存 一代後人 那至於這個 呃 呃 我不知道 這個這個 我要去問問 問昆燦到底這個 他 他大概也沒有想去看 他只知道這麼一回事 呃 他是沒問題 他要編他的書就是 呃 到底他怎麼編 呃 因為這個其實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你怎麼演 這演法就是重要的 而且我們在這裡所謂 表演的層次 沒有定本可演 呃 沒有定本 就是跟我們講這個傳說一樣 講民歌一樣 沒有定本 你在不同的狀況下 你可以把這個 我們說 他給你五百塊 你做五百塊的這個 給他看嘛 他給你五千塊的做五千塊的給他看 對吧 他做四十九天四十九天的做法 做一天一天的做法 對 這個都是可以調整的 呃 沒有說這個固定一定要怎麼樣 沒有這種事情 因為我的觀察是說 有些道士有在看 因為我常常在觀察網路的那些生態 嗯 就是道士他會去看完之後 然後就是把他拖出來 然後呢 另外一點就是說 學 這些學者或是類學者吧 就是說 可能還是研究生的時候 他們去道彈 做田調的時候 會用他們在這些科醫本所得到的知識 去指導 道士該怎麼做 不該怎麼做 這個比較糟糕的事情 因為其實 你一個好的一個道士 他有一個傳承嘛 是吧 他傳承他這麼做嘛 他不管你 你這個是不是另外一回事 的確 因為道德恩跟我講 他在研究這個台灣的這些科醫本 中間有一個關卡 他是在端工的 四川的端工序裡頭找到的 他沒有仔細跟我講 就是說這個是可以有互通的 但是說一個研究生去看了這個科醫本 比如這個是指導這個道士 這兩個都錯了 道士怎麼能夠接受他指導呢 是吧 他自己傳承有問題 才會接受他指導 所以很可惜 我當初這個其實也問了這個在台灣 爭議台灣道壇的可能性 如果你說這是老廚牌 他們的女兒 他們都沒有興趣 他們覺得吃飯家伙不能拿出來 這個就沒辦法 其實我是覺得很值得 可以把台灣那個道壇 不是這個中林區道壇那種做法 而是真正的一個現代足代的道壇 就把它做出來 你把你們家的做出來 對啊 這個這個是值得做 因為這個其實 大陸現在其實也不是很多東西 那麼這個台灣有些保存一些東西 但是這個 我們現在這個很可惜 這個還是江西那個是保存最老的 但是流性瘋狂胎身體就不好 流性瘋狂胎那個是出來最好的 他能從中正的一直下來的 但是很可惜 他如果身體好一點 我很希望看到他 劉敬鋒那個江西那個人 做田野做得好了 當個道士啊 不能把這個給他辭職啊 他能夠把這個給給劉敬鋒 因為他試貨 所以道士做到這樣 就說你讓這個廣州做田野 做到人家對你全盤的信任 那這樣才成功 好 好 那個聰沛 喂 老師好 那個 我就是說再跟您提問一下 就是說 因為 從目前聽起來 其實 當初你應該沒有設定什麼目標 你只是覺得說 應該要盡力保存 某一個這樣的一個文化 這樣子 真是一種 Just do it 的一個精神 不然你預期會遇到什麼 這樣在東北大陸裡面 但是 就是說 對於我們當代的 現在的研究生來說 就是說 因為現在資料非常的龐雜 也豐富 就像您說的 好像其實 文化在革命沒有發生過一樣 這樣子 那其實 當代的一個 中國網路的一個崛起 互聯網的一個使用 其實我們也發現很多 大陸道士之間的一個互通友誤 這樣子 那其實這也是增加了一個 當代不管是對於台灣 或者說大陸 進入一個田野 其實都一個相對的困難 因為其實我們 沒有辦法去釐清 你的來源究竟是什麼 因為現在 不管淘寶 或什麼網路 其實可以買到超本太多了 那甚至 一群圖書在台灣的一個出版 在大陸也有流通這樣子 所以其實台灣的一些東西 也流到大陸去這樣子 那某種程度 他們也類似 離譜他們的一個不足 那甚至是 有斷層的一個道盤 他們或許 再重新 置回這樣的一個 行業的時候 他們去借用了 這些出版品項 尤其是關於道盤手套本 這樣的一個內容 那我想要問的一個就是說 在我們進入這樣一個體驗裡面 其實我們應該帶著怎麼樣 一個問題儀式去看 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比如說像老師 或者是說剛剛不能 這位老師有提到就是說 你們也有注意到所謂的 儀式文本 跟唱念 還有動作之間 其實是有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不曉得就是說 在這個部分的一個領域的話 是不是只能透過一個 所謂跨靈的研究 比如說音樂唱念 要透過音樂學習 那儀式動作的一個部分 是不是要透過人類學 或者說其他學科 這樣的一個輔助 那對於一個當代的一個研究生 他應該具備什麼樣的一個訓練 才可以再去應付這樣的一個 很多變化的一個 的那個 鐵面的現象 那你有什麼樣的一個建議這樣 我想做一個 每一個人都不要嘛 一個要看你本身的這個訓練 是不是很充分 你進入田野以後 你越有越充分的訓練 你可能獲益是越大 但是回調你這個問題 我先提一個這個事情 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看的都是 成功的田野的經驗 我們很少 因為理科會把自己實驗失敗 為什麼失敗過程 他們會發表出來 我們文科從來沒有說 我做田野我失敗 每一個人講的都是成功的 就是寫出一篇文章來 就是因為成功的田野 所以你寫出文章來 從來沒有失敗的一個歷史 我跟你講 我一個失敗的歷史 我們做一個魯西南 這個一個地方叫何哲 這個何哲這個地方 是一個當初都很窮的地方 那現在因為他們種牡丹 而且他們做假髮 這個做假髮 你要做假髮很恐怖的 死人的頭髮都要做假髮 所以經濟好一點 他們全都是賣點 整一片都是賣點 那個很漂亮 但是人就死就是 就是這個埋在這個賣點裡頭 所以這個也沒有墓碑的 他們有一個協修叫做三年 人死人他們不做大事 就是這樣做過三年以後 他們才大做 做三年這種儀式這個 我們這個主要的都是由一個 他們這個鼓吹隊 打發隊他們做的 那麼他們是沒有道士 他們是一個大志士 就是以生之類的他們去主持的 我們一般就是先找了這個老八隊 就索納 村索納的這個手 那我們他共同假說 他哪一天要到哪裡去做 我們就在村子裡會 那我們就一起去了 那我們有一次就一起去了 那已經講好了 而且跟這個我們說 商家的這個校長 那麼這個文化局也派人跟了 然後一到村子裡頭 哇這個不得了 這個他們兩個這個 這個婦女中的不得了 一個搶我們的相機 一個打我們的一個女生 我們嚇得這個回頭就跑 因為我們當初沒有搞清楚狀況 他是兩個女兒 是有比較有錢的女兒回來辦這個事情 而這兩個女兒都在公家當中做事情 那他們認為這個還是一些明顯 他們不願意讓我們這個被人家攝影知道 傳到他們當委去 所以他們這個 所以我們當初就是沒有做好準備 情況不清楚 當然我們這個其實我們最好 後來我們知道了 這個索納這不是關鍵 關鍵這個大志兵 這個大志兵你說行了 他就別人就不敢講話了 我們有一次是熟了 他跟我們講 每一個這個器品都有他的意義 他一下一下跟我們講的意義 時辰過了 人家就吹了 時辰過了 他都推不管 所以這個要找對人 那後來我們聰明 我們第一點先包 包對你先包了 先打個招呼了 就怎麼樣 那但是我們也像這種東西 就是說你準備不足 你要進入甜點的狀況 要先摸清楚 就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你自己到你的學識到什麼地步 其實我們要進入的地方 你要歷史學家 到一個地方你方誌先看 是吧 你要進入哪一個村 你村誌先看 你先把這個地方先摸清楚 那後來你才進去 知道文獻的資料 你先都搞得很清楚 不是婚禮婦都去做禮物的 是吧 那這個尤其是他們有GIS的 整個東西 這個地理地形什麼都弄清楚 那麽甚至你這個可以說 這個有一些俗人 先把這些我們民情公俗 要怎麼都搞清楚 我們當初是做這個 這個計劃 當初我們有一個叫做 田野調查備忘錄 你有沒有 我們有一個田野調查備忘錄 就是說我們進到村子 我們希望看到什麼東西 這個是有意見的東西 我們希望看的 但是我們因為我們 看到這個特定的儀式 我想對你們還是有用 我們會給那個同學看 當時我們訓練就是說 你要找什麼東西 你要看什麼 你要記錄什麼東西 其實非常詳細的指引 我想說這個儀式的變革 我覺得歷史的時空背景不斷在演 變得很合理的情況 所以說從學術研究的立場 不用過於焦慮 所謂是從道士的視角 所以說這個部分 我們其實在有上課的課 大概都知道這些情況 那剛才那個賀大衛老師講的那個情況 在廣西 用西南官話來做科醫 我們在福建 在加西 在福南遇到很多這樣的情況 大概都是明代中後半段 才傳進去一個新的儀式傳統 那這些情況 我們現在已經很密切在注意 因為超然也在 就是說我們在明代的歷史這一塊 目前就是一個斷裂性 所以說我們如何把我們當代看到的東西 我們一起去連結到這個斷裂的部分把它接起來 想要去了解它到底是怎麼變或不變 這個可能比擔心說 它這樣變了怎麼辦 其實一直都在變 我們剛剛讀道教醫師史都很清楚這個情況 大概就是一個這樣子的情況 這個在田野是很普遍的現象 那很充沛 沒有我們課堂的東西 到時候我會敬給你們看一下參考 好 那還有沒有其他人有什麼問題 那個賀大學老師先 然後再換送你 甚至給你機會補充一點 就是還沒有充分調查 或者是挖掘的課題 在道教的基礎史的確很多 比如說剛才這位博士生提到 念聰經文的記憶力 記憶力這個方面也可以當作一個課題 那在東南亞這個方面也有學者 對於它的Memory Structures做了一個狀態的調查 所以這個是關鍵到這個 口頭傳承文化 跟書寫傳承文化這個課題的一個儲存部分 也是需要比較多的天野調查 還有採訪 另外一個情況就是 其實民宿群一 並非充足那些調查的報告 多資料沒有重新有學者考慮 所以還是上代再重新閱讀 面對考慮 在那些藝術文本 你看看你的畫 你可以仔細一看 中國大陸每一個地區的文字 就是那個漢字書寫方式和圖書字都不太一樣 上東交東的圖書字跟其他地方不一樣 往西也都一樣 福建又是一個傳統 所以不但是少數民族的文字這個方面 就是一個上代萬元的一個課題 但是漢族也是這樣的 所以說陳舍王 書童王 從來沒有觀察到底 民間的書寫方式還是各地而異 因此用這個因素 作為道教文本傳承 或者是地理分布方面的一個焦點 也是可以考慮的 中民 一號 剛才有提到說 老師認為中國宗教是造了私教主義嗎 那我想請教老師看台灣 台灣已經有清末一時期 那台灣的民間信仰 我們可以把它變成一個榮 老師做的雜榮 那種信仰的分布 還是我們要怎麼看待它 那因為民間信仰 所以已經有衍生出現在燒金子啊 燒香這個議題 那我想說老師是這麼看 可是中國大陸怎麼進行比較 那再來就是 我覺得老師在演講裡面 老師很強調就是材料的出處 從材料變成資料 那資料變成一個史料的過程 我想問一下老師 那這個資料變成史料 有沒有什麼 一個比較明確的定義性 或是老師自己認為 有沒有講清楚 我覺得老師剛才講的這段 作學問老師 可能是這個作學問 很重要的一個名字 謝謝 我們這麼講好了 我們對於一個 傳統史料的認證 其實很簡單 我們這個 似乎學說總部提要的這些東西 其實都有一些傳統的東西 對於田野資料 我們現在是還缺乏一套 比較完整的一個論證 但是就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 你找到任何一個資料 你要把它的一個原由 它的來歷 把它交代清楚 你如果這點都沒有辦法 交代清楚的話 那你這個當然 就只是一個 我們說 像網路上的資料一樣 所以你找資料的時候 是很明確的 你說這個是哪一個人 在哪一天 在什麼時候 在什麼場合 他講的這麼一句話 這個要把這些東西交代清楚 而不只是說 某某人講什麼 你要把這個 context 是吧 交代清楚 那你這個東西 你才能夠引用它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 這個我們說 對於一個資料的一個來歷 先弄清楚再說 那當然他講的 也不見得說 就一定是完全可套 那至少這一說 你要引它的時候 你要把這一套 這個規矩把它完備 再說 兩岸這個 怎樣比較 這是另外一回事的 這個知識體大 這個比較 這個 這個 很難做一個 要怎麼樣 要比較 要很明瞬 你什麼跟什麼 你要先弄清楚 當然現在這個 大陸至少對一個宗教的一個議題 比較放鬆了 所以這個其實可以 可以共同做研究 那麼 現在有很多大陸的學者也參與自己 也提出這些計畫出來 那比過去是比較 比較好做多了 在過去這個 我剛做的時候 這個是 匆匆阻力 那麼這個 到現在來講 大概這些能夠解禁的都解禁了 所以到大陸去做人 這個問題也不那麼大 但是我是覺得這個一個 一個資料的一個 我們說 你在收集的時候 就說 就像我們其實 我們在做傳統史料一樣 你一個事情 一時就把它做完 你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就把這個東西 這個 我們說完 這個作者 我們這麼講 每一個這個傳統的史料 它都牽涉到一個 年代的問題 牽涉到一個作者的問題 牽涉到成書內容的問題 牽涉到版本的問題 這傳統的史料 我們都要考慮的這個事情 填液的材料裡頭 一樣的東西 你其實有些地方 作者的問題 誰講的 這個年代的問題 什麼時候講的 是吧 那你講這個 我們說內容的問題 這個內容它裡頭 是什麼 有沒有這個 跟別人可以相對比的 是吧 然後我們講版本的問題 說這個講的 和別人怎麼講 有份做不同製作不同的講法 你要把這些不同的講法 把它並列 看成那種 取一個最可靠的一個講法來講 這些都是其實 講起來容易 這個都是要 有比較豐富的提議經驗 你才能夠辨識出來 那我只能給你一個通告 就是說 你找一個資料 把台詞 一定要把它交代清楚 先把這點做了 讓你再考慮別的問題 我們在台北 我們大概還有二十分鐘 那個 不曉得那個 張超然教授 等一下先走 那我可能要跟王老師交流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王老師 其實我收問一下 其實我 我更多可能是想要請問的就是 因為 就如同 剛才王老師說的 田野其實很忠視 人情異理 其實我 經常下田野就失敗 因為我不懂的人情異理 但是我很高興就是說 你們 包括你 還有很多的朋友 做了很多人都收集 所以我很期待 能夠透過你們的資料 彌補我這方面的不足 但是你剛才又提到一點 就是說 那些資料其實 如果不是親自是收集的人 對於一個外人來說 其實是有切入上的困難 的確是 我帶著我的研究生 一個學期的時間 讀 拉高文所出版的那個 《道家圖》 從書 從看 客家從看 可是我們其實 真的讀還是隔了一層 我們沒有到過當地 然後我們透過那個文字描述 而且那些描述其實 有時候是當地人寫的 他們有些時候是很 省略性的記載的 所以對我們來說 其實的確是有困難 但是對於我們這種 沒有辦法到當地去的人 那些材料 就是 或者王老師有沒有什麼建議 對於我們來說 因為這批資料既然出版了 他就是要給後面的人使用的 那我們不會去期待 所有的人都跑遍整個中國 所以我們究竟要怎麼使用這些材料 然後我們使用它的時候 必須要有哪些 哪些知道它的限制的存在 謝謝 這種東西你必須要有自己的一個 所謂的精硬指紋 你自己有自己的這個田野的這個地 然後這個是可以做一個對比用的 那另外一種做法 我是希望這個後來現在的英勇 就是說你再訪 這些東西他做過了 你現在 他是這個指引 他就你希望這些地方有什麼東西 所以你其實會帶學生去再訪這個東西 用這個紀錄 這個也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我們想進入基金會補助過一個計劃 做越南的這個計劃 他們後來也做一個在訪 越南人本身是做的 因為他們做了一個類似我們現在的相約 所以當時這個我們說 那是包括農學院在四年年代五年年代 就做了一個紀錄 那相約的紀錄說 你這個地方我們說 這個池塘能夠補多少魚 這個樹能砍拔多少等等 越南人現在利用他們這個相約去 約束他們自己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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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這個國語去做這個事情 所以這個這個其實有很多這個方式可以做 包括民書群從書 我只是跟你講說 有這麼一個東西有這個東西在 但那些我們說主要的那些 可能那些當時的人都過世了 因為時間也有可能現在還活著 我們進入一個年輕的是三十幾歲 所以現在還一定還很活躍 那我們說你這個這個地方 你還是可以帶學生過去 看看你現在的到底 經過這麼一些我們說二十年來 還有什麼未遷 這也是可以做的 我我跟你講這個這個田野這個 這個人情慾禮也不是這個 我這個曾經在這個台詞所的一個知識的研究員 我們也是到到安西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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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東鄉他們有一個翁式的這個這個這個宗旨去 宗旨我要去以前都他們都是安排好的 他們的接待什麼都只是好的 結果他們那些家伙去了 也不管了 就在外頭這個跟人家拍照 因為做成漂亮的拍照 這個東西你去了要人家家裡 要先去拜訪嘛 人家在接待你嘛 去那邊那邊喝杯茶嘛 才問人家說這個可以不可以照相 這基本的道理都不懂 這個是資深研究員 這個是不什麼這個 這個是這個有時候這個 這個說的不好聽的感覺是教養的問題 因為這個 這個像我媽媽講的 駐台人家家店啊 所以這個是基本的禮貌 所以做田野這個 就不要講到人情慾禮才高興一點 基本的禮貌一定要 這個是需要跟人家這個 因為 人跟書不一樣 我們去圖書館習慣了嘛 隨便借來 你要看就看 要折就折 要畫就畫嘛 人不是書嘛 是吧 他有細情肉欲 他昨天跟太太吵架了 今天已經問到他 不知道要向他 不回答你 是吧 所以你這個人是 要了解這個東西 你要田野面對的是一個 你就是活的人 是吧 他們用義務給你資料的 哪裡有這個義務呢 他給你是給你一個恩惠 所以就是要感恩的 所以你資料拿不到是自然的事情 拿到資料是你狗運的 其實剛才那個講那個在訪 那個包含的老師那個 那個科教寵書 還有那個包含的葉林生 幾個科技的會變 我們都有開始在做這個 這樣的工作 那毛鯉每當中在幹凍杯 現在也有學生準備做幹凍杯 所以也講兩句吧 跟那個魚葉講一下 謝謝老師 因為我剛剛申請博論的題目 是做那個幹凍杯 上饒地區的地方倒講 然後因為我是先參考了老師那個同書 就是毛鯉每老師編的那個 然後因為他也是領寶派嘛 當然是太平清教的部分 然後他後面有貼了很多 當時他採訪的一些道士的資料 那剛才點老師也說 可能要去做一個再回訪的一個 一個調查吧 然後我是覺得可能當時十幾歲 二十幾歲的那個道士 比較年輕 那過了二三十年之後 像老師說的 他有一個變化的一個過程 那再去採訪他們可能跟老本對比 或者說看原先的一個傳統對比 包括可能 因為它是在葛元鎮 好像是橫峰縣嘛 然後我調查的那個是在上饒地區 所以兩個縣的對比可能也會 就是有很多的那個可以比較的地方 就想請教老師 那因為在這個比較大的一個上饒地區 它其實是包含了很多的縣 包括一些新成立的一些行政區塊 那它每個地方的道坛 其實道坛道士 它的做法也不太一樣 包括他們的傳統 好像是說有當地的 也有福建來的 然後也有福州那邊來的 它是各個地方的傳統混在一起 那想請問老師 在這麼大的一個區域裡 然後在一個大的領寶派下面 它有這麼多的小傳統 如果想做一個很詳細的一個 地方道教的研究的話 不會讓我們有一個 沒有什麼好的建議 或者是入手的方法 沒有 謝謝老師 這個 這個風光來應該回答 你要給我清楚 你要回答 他是我學生 我試試要跟他說 沒有啦 沒有啦 這個很難做這個 具體的回答 因為那上來的情形 我也不那麼熟 那麼做一個一般性的 這個很難 這個每一個地方都有它的 特殊性存在 那麼你剛剛這個方便就說 你有毛衣的這個書 先做一個參考 這個對照 這個也是這個過去這個 總是對你有一些方便 還是你可以詳細的先把他的書 先讀了 然後再看你這個上樓那個地區 但是比較複雜 有很多各方面的這個 不同的地方的傳統 揮集在一起 那邊的道士 道台你去過了 去過了 道士有多 什麼年紀的道士 想說那個 二十多的 四十多的 五十多的 六十多的 都有 是吧 咱們現在做的 哪一方面的法士多一點 老師他們是紅白都做 然後他們做的方法 有跟現在龍骨山的那一套不太一樣 然後 因為剛才有很多學長也提到這個 就是說 現在的道台都比較現代化 他們會上網查一些內容 但是我看到的是一些網的道台 雖然說上樓他們現在的經濟也比較不錯 但是他們傳統 對傳統的這個堅守 我覺得還是很 很傳統的 就是他沒有受太多外面那個信息的影響 但是可能現在有一些比較年輕的道士 比如說可能有一些四川的非遺傳人 然後我就不說他是誰吧 有一些四川的非遺傳人 然後他有一套自己四川的傳統 但是他可能會需要學習更多正一派的科醫在裡面 又或者說他可能覺得跟他四川那個傳統相比 正一現在做的這一套 可能在操作方面比較合適 或者時間安排上面比較方便 所以他在保留自己四川那一套同時 然後他也去上海拜個正一的師父 他兩套都有 但是我覺得可能 道教還是一個比較講究傳承和師承 您剛才也說他們對這個超本的這個重視 包括人情的這種 所以我覺得可能在保留傳統的同時 他們也想有一些創新 但是這個創新可能不把外的還不是那麼大 年輕的一代可能會多一點 但是老的那一批人他們做的傳統 因為在村裡因為每天都在做 他說他很忙 周圍很多的線 他天天做天天做天天做 所以他 您剛才也說要把這個資料 放在一個大的語境裡去分析嘛 當然也可能是當地的這種比較傳統的這個語境 讓老百姓非常需要他做這一套 然後他就每天做每天做每天做這樣 然後他保存的也比較好 謝謝老師 其實這些是我們當時做的時候 沒有這個現象 這個都是新的一個現象 我們當初做的每一個都是 詩成很清楚的 傳承很清楚的 每一個人都可以把這個 我們都道成的原讀交代清楚 現在有很多也許就是交代不清的 新興的 差不多等於是新興這個道教一樣 可以從網路找資料的這個 這個 這個 是我們當初沒想到的 會發展到這個地步 那個李老師點衣服嗎 不是 也對 衣服 對啊 他正在做 因為他是人類學 他是越純龍 而且他做的是昆燦的 所以你可以這樣講 這樣講你目前的心 點點到的腳下 對對對 讓你信心 也 先回應一個問題 就是剛剛老師提到那個 就是說人類學都不喜歡用什麼 我忘記老師剛剛 就是都不 具體的水 對 那我覺得這是 因為那個 怎麼講 想要處理的問題就不太一樣 我沒有辦法進去給你 然後就想說 我全部都收集 然後就出版這樣 我覺得這樣回到戲裡面 他們會說那你這個是要幹嘛 那問題是 當我要去說 萌萌在講什麼 我覺得這很容易接觸到 也是接觸到一種牽液的問題 當我今天說我跟誰好 那他跟我說一些誰的壞話 我覺得人的學 可能要處理地方的一些問題 他 裡面的組織 那我很難去說 誰跟我說誰的話 但是當我要了解 那個地方的運作方式還是什麼 我覺得這方面的資料 才可能有辦法真正的去了解 某一個地方那個運作是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 可能是歷史跟人類學的那個 想要處理的問題不太一樣 所以才會出現這樣的一些差別 那我還是 這是剛剛那位學生已經講 然後那邊剛剛 我一直就是很想要知道的是 收集那麼多資料最後是要幹嘛 那老師剛剛也講說我也不知道 但我就覺得收集那麼多應該也是可以 比如說我剛剛也在想 那個假如現在去二十年前去訪問 那現在又再去訪問 我覺得的確 假如收集二十年前又收集到那些資料 到現在也是可以有用的 但是假如我們現在發現二十年後 如果當時人家講的其實是 他當時的 說不定現在已經換了一個人 是在那個地方上面 變得比較 印象比較大還是什麼 他可能覺得當時人家都亂講還是什麼 那我要去說 啊 誰誰誰當時都 因為有些東西沒有對錯嘛 只是 誰在講話那時候誰最會最大 他講的就是 就對了 那現在要換二十年 說不定那個資料的來源還是什麼 那這會 其實我覺得我們做 研究其實也不應該去影響 當地的那些關係是怎麼樣 那你學著你其實你可以很容易 但是不小心就是你不要去做 但是你就很容易去影響 當地的一些情況還是什麼 這還是會到那個人類學家 為什麼會比較應該比較小心去 我自己還是 最大的問題 譬如張老師剛剛也講 就是讀了那麼多 那個阿國文收集那些資料 然後其實因為沒有跑那個地方 其實也不知道 應該是到最後也不知道要幹嘛 所以還是回到現在的問題是 那王老師覺得我們這一代新的學者 就是要繼續走這條路嗎 就是繼續一直蒐集新的資料嗎 還是你覺得會有 除了蒐集之外 可以讓我們回答什麼樣的問題 我當初做的這個事情 用人類學家的術語來講 我們做的是archive 就是因為東西在哪邊 就是因為東西在哪邊 你如果不做的話 這個就消失掉了 所以我們這個當初 就是說用老闆講的 我們的搶救 把這個東西 那搶救的環環在這邊 其實它有兩種作用 一個就可以讓你做一個對比 你這邊看了 你這邊有一個東西 可以做一個對比 第二個就是說 你這個對比說 我們做的指引 你有興趣 你可以做 在基礎上 你可以做進一步的研究 所以這個還是不是說沒有用 做出來這個是看 後來的人怎麼用的 就是講這個 當然這個 我也希望這個 會有很多人用 但是現在顯然這個 每一個人 但我也認為說 每一個人 所謂聽你的資料 一定要自己找 自己有一套東西 你看別的東西 才能夠有所啟發 你如果是完全自己沒有聽的 你只看這些東西 這是沒有用的 所以這個 我也很了解 我是這個 這個是在 青大人類學所退休的 我現在拿著 內學所的薪水 雖然說我罵著內學 罵得要死 但是 這是內學家的這種 這種考慮 我也可以了解 好 我們時間差不多 我們預告一下 我們六月十三號 這是我們講座的第三場 就是我們李楓茂老師來辦這個講座 相關的資訊我們稍後會在幾個網頁來公告 好 那今天非常謝謝大家來聽王秋貴老師的演講 謝謝各位 我們用最後的掌聲來謝謝王秋貴老師